照射到的某些物質 它可以直接照透那個物質裏面的texture OK 可以照穿那個物質裏面 OK,那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那些細胞 受到這些電磁波的照射 X光、加碼射線照射 那些電磁波可以直接入到細胞裏面 破壞細胞的DNA 那就用這個方法去殺那些有害的微生物 或者病菌 OK,那都挺徹底的 因為你直接破壞了DNA 令它沒辦法生長 那所以呢 這個方法呢 穿透能力這麼強 這些射線是屬於一個sterization method highlight這個字,sterization OK,大家都知道sterization的意思了 OK,那就可以連什麼呢? 連病毒都破壞了 OK 病毒都破壞了 因為病毒呢 很簡單 那個結構呢 外面是蛋白 裡面是DNA 那所以呢 這些穿透能力這麼強的射線呢 可以射穿那個病毒的結構 那個外面的蛋白 簡直可以破壞病毒裡面的DNA 那就用這個方法去殺病毒 OK 那所以這些強一點的所謂 強一點的射線 叫做什麼呢? Ionizing Radiation 來磁化的 即是只要它照射到的地方 那個 穿透能力這麼強 它照射到的地方 受到影響被它照射過的那些物質呢 通常都會有一個 Ionizing的效果 原本它是Atom 可能變成Ion OK 這樣的意思 那這個方法 除了強之外 做了什麼好處呢? 它適合應用在一些 需要消毒的物質 而那些物質本身呢 就不可以加熱的 OK 不可以加熱的 加熱可能對那個物質有些不好處 那如果不用加熱的方法去殺菌 這一種Ionizing Radiation 就可以用來替代加熱的方法 所以它就專門用來消毒一些 熱散的物質 OK 熱散的 例如是一些什麼呢? 膠的物質 OK 有些膠當它加熱的時候會溶的 那你不可以靠加熱 就令到那些塑膠就消毒了 那用什麼方法呢? 用這個方法就最好了 OK 它沒有經過加熱的效果 不過那個殺菌能力也都很徹底 是一個Sterilization OK 某些的食物 甚至乎藥物 OK 有時候有些藥物裡面的有效成分 如果你用加熱的方法消毒 是會破壞了有效成分 那那些藥吃了都沒有效的 沒有療效 那怎麼辦呢? 它都要消毒的 因為都是吃下肚的 那些藥物 那所以通常都會受這些 Ionizing radiation的消毒過程 那給病人吃之前呢 可以做到那個消毒的那個步驟 OK 所以這個方法又徹底 而且是適合一些對熱力敏感的物質 就最理想了 用這個方法 那下面那一隻就弱一些的 就是我剛才提過的那個指引外線 UV OK 那它的穿透能力沒有那麼強 相對來講 那它不能夠令到周圍的物質 離子化的 OK 穿透能力差一點 殺傷力沒有那麼大 但是在一般的應用呢 其實都足夠的 例如是什麼呢 你只是需要消毒一些 你要消毒的物質的表面 Service OK 因為穿透能力不強的嘛 那所以你純粹消毒的表面呢 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用 套用在哪裏呢 那跟空氣呀水呀消毒 那都適合用的 適合用 那所以就 UV都有人用的 譬如我們 現在在外面街買到那些瓶裝水 一支支的蒸餾水那些 那賣給你之前呢 其實是要經過消毒的 那它會用什麼方法呢 除了用煲滾的方法之外呢 也都有一些工序呢 是可以用一些 紫外線去照射那些瓶裝水 OK 這樣就令到那些水呢 就殺菌 都可以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電磁波的那個輻射 所謂的那個射線 radiation 雖然有強弱 但是不等於 強的才用 弱的不用 弱的都有它的價值的 弱的射線 那譬如 那譬如 有些食物呢 當它受到太強的射線照射的時候呢 又是之前提過的那個項目 有些食物裡面的營養素呢 是不能夠抵受太強的射線去照射 否則 那個營養價值是會流失的 那所以呢 基於這個原因 我們要處理那個類型的食物呢 又要保存那個營養價值 又要殺土菌呢 我們就未必會用一些太強的射線去處理 有時候相反可能會用一些弱的方法 OK 那所以這個就是 Base on application 究竟你想處理那個樣本 想消毒那個樣本 是些什麼來的 OK 那這些都是 一些不同的application 給一個例子 大家看看 那它當中以什麼機制去破壞那個細胞 有部分的射線可以製造到一些所謂的 free radical 自由基 那這個自由基就可以破壞那個細菌 那個細胞 那 令到那個細胞不能夠細胞分裂 不能夠生長 那就做到殺菌那個效果 OK 那下面的例子就是 譬如可以將一些肉類裡面的三門氏菌 大腸幹菌 E.coli Semonella 這些菌呢 可以殺得到的 那它們就用了一些比較強的射線 OK 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通常套用這些射線的好處 有高強的穿透能力 剛才提及過 還有都很快 OK 照射不需要一些特別的工序 加熱有時候要等它加熱的過程 要等它提升溫度可能會慢些 但是就這樣用射線呢 那個速度是會快很多的 OK 還有最好的好處就是 不需要經過加熱 剛才提及過有些物質 一加熱就受到破壞 OK 那這個方法不用加熱 又可以殺滾滾 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套用 OK 照些水 你看到這幅圖 OK 那這個就是一些 沒有那麼強的射線用途 剛才提及過UV 那個application 那處理污水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機會用到的 雖然穿透能力相對來說低些 射線的力量沒有那麼強 但是純粹來說 處理污水呀 食水的樣本呢 已經足夠了 OK 做到一個所謂的 Disinfection的效果 OK Disinfection 同我留意 它不是Sterilization 只是Disinfection 那就是說呢 它那個殺菌能力呢 其實就 沒有 Ionizing radiation 那麼徹底 OK 因爲它非離子化 那個射線弱些 那所以呢 它不是Sterilization 它只是Disinfection 而已 OK 那大家和我應該分得到 何謂Sterilization 何謂Disinfection 應該懂得分的 OK 因爲在這個chapter 一開始已經說了 那回去 找回 Defination OK 那這些application 都經常有的 就是用UV 那UV剛才提到 就因爲它射線的力量 沒有那麼強 那就是有它需要改善的地方 OK 那所以你看到呢 有幾個不足之處 那穿透能力差一些 OK 那所以你要用來消毒一些 固體的內部 那它穿透不了進去 消毒不了的 OK 那還有呢 我們去用這些UV的時候呢 也都要小心 Handle這些射線的人呢 盡力好呢 就盡量避免 直接照射到這些UV了 否則 過量的照射 Overexposure OK 如果這麼不幸 我們 就是經常 work with UV 而有照到我們皮膚表面呢 有機會引致到皮膚癌 OK 可能同樣都聽說 那這些都是一些不好處 相關的一些不好處 那都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OK 那實驗室的應用呢 其實我們都有用UV的 OK 其實我們本身實驗室的那些 無菌箱 這些savety cabinet 在裏面做些無菌的實驗 微深的實驗室 有時候我們要將整個無菌箱裏面的 所有物質消毒呢 我們都會拉上一塊玻璃 在裏面呢 玻璃裏面呢 就開著眼紫外線的燈 讓它照一段時間 舉個例子 照二十分鐘才算 那就足以可以將裏面那些 實驗室的器材 物料 apparatus 就做個有效的消毒 OK 那這些就是那個應用層面方面 怎樣破壞微深物生長呢 那剛才講過 無論強的或者弱的射線 都是針對那個遺傳資料 OK 射線是可以破壞到那個DNA 令到那個DNA的序列呢 是出錯 當它經過照射之後 錯了 OK 裡面的interaction改變了 那就是說呢 那個細胞需要再做細胞分裂 再需要去複製那個DNA的時候呢 就做不到 OK 做不到 那用這個模式呢 去stop了那個微生物的生長 或者細胞分裂 OK 這個就是裏面當中的mechanism 剛才看過的那些都是一些常用的 有強有弱 Ionizing and non-ionizing radiation 那代不代表其他射線沒有用呢 在日常生活的應用 其實都不代表的 那雖然做不到殺菌效能 不過有個別的射線 例如是一些紅外線 Infrared Infrared 這些相對來說 這個射線就沒有那麼強了 弱一些的 弱一些的 因為剛才提過 近紅色那邊的射線呢 就弱一些的 OK 剛才我們看UV X光那些就弱一些 那麼 紅外線弱一些 那有什麼用呢 套用在這些爐裡面 OK 那麼光波爐 那麼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可以幫那個食物去做那個烹煮 純粹以加熱的方法 OK 去焗熟一些食物 用一些Infrared 紅外線的一些煮食器材 那麼它們都有它們的用途 只不過就 它的主力就並不在於去做那個殺菌 OK 只是純粹給那個食物的加熱 OK 都有的 另外一些射線 那 都可以再提一提 比如說 超聲波 Soundwave OK Soundwave 某程度上都可以用來殺菌的 不過那些超聲波 一定要是什麼呢 High frequency 高頻的 OK 高頻的 那麼 那麼 因為高頻會產生一些熱力 OK OK 一些熱力 熱力 大家同時都知道了 當然可以 阻止到那個細胞分裂了 OK 因為那個熱力可以破壞一些細胞的蛋白 OK 其中一個原因 其次就是高頻率的超聲波 是可以直接用一個機械式的方法 去Disrupt 這個細胞 highlight這個字 Disrupt OK 它直接把整個細胞 好像你搖的細胞搖散它 那樣 用一個高頻的聲波 去震散它 OK 震散細胞 都會 做到某程度上的殺菌 OK 但是 當然沒有剛才看過 那些 那些射線 Ionizing radiation 那麼強 不過 都 有些application 是可以用得到 用聲波的方法 震散細胞 Disrupt 最後一種 最後一種就是 最基本的 亦都是最原始的 一個所謂的 physical control method 那大家同學以往都可能做過 OK 純粹就是靠什麼呢 membrane filter OK 大家同學看過了 好像做water quality air OK 那將 一個樣本 譬如是一些水的樣本 經過sectional filtration 中間放一塊membrane 你看到圖 放大了給你看 那塊 啡啡的 薄的 這一塊 就是那塊membrane 上面那些 一粒粒淺藍色的 就是那個樣本當中的一些 微生物 用一個filtration的方法 擱走它 擱了出來的filtrate 例如呢 painter指著 在那個flash裡面的filtrate 理論上 如果那個filtration是做得完美的 下面呢 那些菌呢 就不會存在了 就被你隔在那塊mbrane上 OK 行不行 這個很簡單 很容易理解 那就用這個physical removal的方法 將原本在污水 或者液體樣本那些微生物 直接就隔開它 這個就是那個physical method OK 但是隔的成效 高還是低呢 就視乎 你用那塊 用來做filtration的membrane 或者filter 那個 那些孔呢 是不是不能夠被細胞穿過 OK 那一般來說呢 這個size OK 0.2 至0.4 micrometer OK 就是filter 那些孔的size 那些水可以過 細胞過不了 所以就用這個方法去隔掉細胞 好了 那這裡可以給大家一個資料 0.4 0.2 大約這個range 是那個孔的size 那些微生物的細胞 舉個例 譬如細菌 你要隔細菌 細菌最小的size 是多少呢 OK 有沒有印象 我有跟大家講過 細菌最小的size 一定大於0.4 是不是 小於0.4就麻煩了 它直落 感覺不到 那所以給大家一個補充 細菌最小的size 大約 0.5個micrometer 0.5 那就是說 這些filter 它有能力 把最小的size bacteria 都隔掉 OK 這樣就可以反映到 它的成效有多高 OK 行不行 那一般來說 處理水樣本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或者 gas 空氣樣本 都可以 空氣樣本 譬如一些醫院裡面的 醫院裡面的一些抽風系統 那些設施 那些空氣過濾系統 那都是要用這個filtration的方法 將一些有可能存在在空氣的微生物 就用這個過濾的方法 過濾乾淨之後 再送進去醫院的室內 那些病房的室內 OK 那這個application就是在這裡 那其中一種呢 最well known的了 那醫院就是在用這個 OK 那 highlight這個字 HEPA 簡稱 HEPA filter HEPA 全寫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OK high efficiency 高效能 高效 particulate 原負物 OK 粒子 高性能 高效的 高效能 粒子 過濾系統 OK 中文的解釋就是 怎樣高效呢 這些 HEPA filter 那 它的套用就是用在一些醫院的病房 OK 或者用來測試微生物的實驗室 OK 通常會用在這些地方的 主要原因就是 這一種高效的過濾系統 它可以很有效地 remove那個micron 用剛才那個概念 OK 那你想到它那些pore size一定是很小的 可以嗎 就是基本上所有品種的微生物 都被它過濾得乾乾淨淨 而且那個過濾的速度很快速 所以為什麼叫做高效能的意思 那就是說 可以進去那些微生物的實驗室 經過過濾的空氣 或者進去病房的空氣 理論上 理論上 如果這個filter是functional的話 它就零細菌了 行不行 做到零細菌 那麼 那麼 那個主要那個 功能的機制就是在這裡 那麼它可以令到過濾了出來的空氣 是成為一個 Stirer的空氣 highlight這個字 Stirer OK 完全被消毒 含氧菌量是零的 OK 但是當然有例外 什麼時候會有例外呢 如果用得久這些filter 要更換的 要更換 那麼如果它有時候受損 你沒有更換 那個過濾效能 就會跌得很厲害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能夠有效 隔著細菌 或者微生物 OK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在試驗室 我們試驗室也有的 我們試驗室 我們試驗室呢 這些filter會放在哪裏呢 放在剛才你看過的圖片 這些無菌箱 OK 無菌箱上面呢 在這個位置 我指著這個位置 有一個filter OK 這個位置 按在整個 無菌箱的頂部 那麼空氣就 Fill下去 OK 向下 向下沉 那就用這個方法隔著一些 進入無菌箱的空氣 那麼那個空氣就乾淨 OK 那麼實驗室的用法就是在這裏 那麼如果再大大大小的一些 直接在一個病房那裏 天花板 製造幾個這些filter 那麼基本上 整個病房的室內空氣 那麼微生物就可以隔著得乾乾淨淨 OK 那麼 application 又在這裏 行不行 Hepid filter 有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方法 那麼所以呢 這裏我們高敷了幾個物理的方法 那麼除了熱和冷之外 OK 熱和冷 還有哪幾個方法 強弱的射線 Radiation 乾燥方法 Desiccation OK 還有Filtration OK 五個方法 行不行 有沒有疑問 so far 對這五個方法 有沒有些問題想問的 沒有 如果沒有就繼續看了chemical的方法 好嗎 那我們就直落 一氣呵成 好 那就 share screen 給大家看 先 好了 chemical means 有些什麼手段 可以控制微生物生長呢 那麼 我們看了不同款式的一些化學控制手段之前 我們考慮一些不同的化學物質去殺菌的效能 那麼 看完這個課程 我們可以 可以拿到一些什麼資訊回家呢 最起碼第一 不同的化學物質 它們殺菌的內類背後的機制 是怎樣 這是第一 其次 我們可以學得懂 用什麼方法去判斷 不同的化學物質 它的殺菌效能 哪一種比較厲害 哪一種比較厲害 OK 舉個例 究竟雙氧水殺菌比較厲害 滴露比較厲害 還是漂白水比較厲害 舉個例 有幾種化學物質 我有什麼實驗的方法 可以比較得到 這幾種化學物質的殺菌效能呢 在這個範圍裡也會介紹的 OK 我們一起看看 還有有什麼因素 影響化學物質 去停止微生物的生長 OK 我們會在這個範圍裡看到 這幾方面的東西 先給大家看一些例子 我們通常 怎樣去觀察得到 某一種物質 譬如這個例子是食物 它受到一些所謂的 微生物的污染 譬如食物變壞了 OK 它會發臭 有些怪味道 如果是發霧的時候 你會在那個食物上面 表面會看到一些菌斑 發霧一塊塊 甚至乎不幸運 我們吃了下肚的話 就簡直是感覺到不舒服 OK 這些都是一些很常見的 observation 或者證據 就告訴我 某種食物 可能已經受到 微生物的污染 OK 但是之前 我們在這一科 一開始都有講過 有些微生物 其實對食物的製作是有用的 OK 譬如一些發酵食物 OK 芝士、乳酪那些 本身它應該有 某部份的微生物在裡面 而我們吃了是沒事的 OK 那排除這件事 其次就是 有部份的食物 它就算是放在一個 室溫 放在空氣那裡 放很久 那你會發覺 為什麼它不變壞呢 有部份的食物 就因為它加了一些成分 而那些成分 舉個例子 可能是一些防腐劑 那就有機會 令到那個食物 腐壞的情況 就拖持了 出現 OK 那這些化學物質 加進去食物那裡 那些所謂防腐劑 其實 目的就是想怎樣 控制 滋生在食物裡面那些 微生物的生長 OK 只要我加了化學物質 放在那些食物那裡 延遲那些微生物 在那些食物那裡滋生 那那個食物就可以放得久一點 行不行 那這個就是 我們最常 最大機會接觸到的 一個所謂的 chemical agent OK 一種化學物質 怎樣控制那個微生物的生長 我們可能每天都吃的 啤酒 譬如這些 OK 最右手邊 那有些人可能在那裡吃的 吃早餐就是吃火腿的 是不是 那火腿很難變壞 那為什麼呢 OK 那其實可能當中 放一些 可以殺到菌的物質 在裡面 OK 當它處理火腿肉的時候 那所以這些例子 我們是經常圍繞著我們日常生活 好了 但是我們回來 反過來 我們換轉個角度 看回那個 控制微生物生長的不同的化學物質 當我加了去那個 舉個例子 加了一些 加了去食物那裡 那我們 無非的目的都是想 控制那個微生物的生長 OK 但是呢 就避免什麼呢 涉取這些化學物質 涉取過量 那所以通常呢 用得到一些食物那裡的化學物質呢 如果它是用來做防腐的用途呢 通常就會怎樣呢 當然下得越少就越好 是不是 一個最少的化學物質的份量 而又可以達到目的 抑制到微生物生長 或者殺到菌的 其實就已經足夠 是不是 這個很合理 所以呢 當我考慮到這裡的時候 我放在食物裡面的那些 防腐劑呀 那些化學物質 我應該 是下得越多越好 還是越少越好呢 那當然是越少越好 是不是 少而且有效的 那個劑量就足夠了 OK 那就帶出了一個概念 就是其實我們控制 微生物的生長 如果用到化學的手段 我們現在是企圖 找出一個什麼呢 highlight underline的紅色這個term 一個最低的有效的劑量 OK smallest effective dosage dosage 解析量 OK 究竟我要下多少劑量 才可以stop到微生物生長呢 OK 越少越好 OK 整個字就說了一個意思 少得來要怎樣呢 要有效的 是不是 你不會每次都下重藥去殺菌的 下最少的份量 去殺到菌呢 足夠了 意思就是這樣 那我怎樣找呢 這個 就是 不同的劑量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同的化學物質 它殺菌效能是不一樣的 那每一個化學物質 它有自己的最低劑量 去殺菌 那這個方法就是 我要找那個化學物質的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OK highlight這個字 MIC 簡稱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一個最小的濃度 這個濃度 足以去抑制 微生物生長 在視覺上 visibly 視覺上抑制 何謂視覺上抑制呢 OK 我們看一幅圖 就知道這個defination 怎樣來的 最低劑量 最低的concentration 可以視覺上抑制到明生物生長 這幅圖就是 OK 你看到這裡有一堆test tube 由左至右 我相信大家同學都會看的 現在 那些test tube 下面有些liquid的sample 裡面每一支都有不同份量的微生物 你會發覺 怎麼做出來的呢 這堆微生物 這些樣本 這一堆 tube 裡面的樣本 其實就原先 就放了同一堆細菌的份量 在每一支的tube裡面 然後就順便加上一些 不同劑量的殺菌的化合物質 不同劑量 不同concentration 接著就用來培養 養完出來的結果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張照片的結果 基本上你現在應該懂得看 哪支tube有菌 哪支tube沒有菌 很明顯 右手邊的三支 右手邊的三支 是沒有菌的 由第四支開始 右手邊數過來第四支 我先記住這支 一路數到左邊 都是有菌的 很明顯 是不是 cloudy 一大堆細菌 生在這個liquid media 好了 其實這堆tube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就將一個 特定份量的化合物質 將它做dilution 做十倍的dilution OK 你看看下面 它告訴你這堆tube是怎麼做dilution的 不斷大率 不斷稀釋 我加下去 用來控制微生物生長的化合物質 OK 那就是說 左手邊這幾支就是最稀的 OK 你加最少份量的化合物質 所以你看到的效果就是怎樣 菌都生出來 因為在這些那麼稀的濃度 化合物質殺不到菌 所以那些菌生得很開心 cloudy OK 右手邊 最濃的兩支是很明顯的 因為化合物質的濃度夠高 是不是 所以 足以殺到菌 你就見不到有菌生的 所以它這麼清 是不是 好了 我要找的是什麼呢 黃色箭咀指著這支 OK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提過的MIC 可以嗎 究竟一個什麼濃度 它是較到最稀 最濃的在右手邊 我知道 大率十倍變了第二支 再大率多十倍變第三支 你會發覺再大率多十倍 去到第四支的時候 不行了 殺不到菌了 因為整支tube 你開始見到有cloudy的情況 有菌生的 即是說去到第四支 這個濃度 其實就殺不到菌的 OK 那推回頭 第三支是怎樣呢 剛剛好 OK 濃度就沒有頭兩支那麼高 最低 而它又殺到菌的 你看到它是清的 那這一支的濃度 就彰顯了 什麼叫做 Minimum Inhibitry Concentration 行不行 OK 那所以如果我以後 給一個 為同學 幫我找一找 某一支 Chemical的原本 幫我檢查一下它的殺菌效能 究竟要開到一個什麼濃度 才有效殺到某個品中的細菌呢 那你設定這一堂實驗呢 做CVD 放不同劑量 不同 concentration 的Chemical 放一些菌進去 然後拿去養 OK 養完之後 見到這個這樣的結果呢 你立刻可以告訴我 哪一個濃度的Chemical 是最小的濃度 而又有效的殺菌 你就找到一個MIC 行不行 smallest effective dose so far 這裏有沒有問題 怎樣找個MIC 清不清楚 OK OK MIC行不行 有沒有同學不明白 沒有反應 不要緊 當明吧 OK 那就繼續了 好 好了 大約知道怎樣找MIC 好了 知道MIC又怎樣呢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呢 我除了要清楚一隻Chemical 哪個濃度是最適合 OK 用來殺菌之外 越少越好 越有效越好 是不是 剛才看了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可以比較一些 不同款式的化學物質 它的殺菌效能呢 因為我們通常用 殺菌的化學物質 不是用一隻的 OK 基於我們用那個 sample 本身的不同的情況 我們有時候會用 不同款的殺菌的方法 用不同款的Chemical 但是它們之間要比較 哪種高些 哪種低些 什麼時候用高些 什麼時候用低些 那怎樣找一些方法 可以比較得到 不同的Chemical 它殺菌的效能呢 那以下就介紹三個方法 OK 這張slide最低的這三個方法 逐一講 OK 第一個叫做 Tube Dilution Technique 聽名字都知道 當然跟不斷的 Dilution Flow有關係 跟MIC很相似 Tube Dilution 第二個方法 是Arga Play Technique OK Arga Play Technique 第三個方法 Phenol Coefficient Technique OK Phenol Coefficient 跟Tube有關的 第一個 第二個是跟Arga有關 是不是 第三個呢 Coefficient 你一看這個字 當然是跟數學有關 要計數的 OK 三個方法 先看第一個方法 不用看這些字 你回去自己 看回那個Reference 最主要反而是 看一看 那個做法是怎樣 那就夠了 OK 要你聽得明白我以下講的話 你回去之後 才慢慢看回英文 OK 最緊要你明白怎麼做 就可以了 好了 怎麼做呢 有一種化合物質 Pontar自主 黃色這支 Original 沒有經過稀釋的 第一個step 第一件事 將它開稀幾個 不同的Dilution Flow 先舉個例子 一比十 一比一百 一比一千 OK 可以做一堆 是不是很像剛才MIC 那樣 很像 OK 那跟著呢 怎麼做呢 將 step二 OK 將我們要測試 想找回這隻chemical 它殺某個品種的微生物 那些細胞 那些微生物 就將它加進去 每一支上面 不同的Dilution Flow OK 那然後呢 就拿去怎樣呢 拿去養 可能是你用接種環 take一個loop OK 撩一點點出去 就拿去種碟 OK 或者拿去種個blog 用液體培養機 然後就拿去培養 可以 可以 那得出來的結果是怎樣呢 就好像現在你看到 這個情況 可以 可以 其實它就是用了 tube Dilution的方法 將原本的chemical 由最濃的 開啟它 然後每一支 塞些細菌去種 那就看一下哪個濃度 可以殺到細菌 That's why 為什麼你找到MIC 其實它就是用了 tube Dilution Technique 這個就是方法 第一個手段 行不行 就是這個 OK 這個很容易明白 因為剛才已經見過了 活生生的例子 這個就是tube Dilution 好了 第二個方法 Aga Play Technique 這個都很簡單 一定牽涉Aga Play 有一支碟 OK 乾淨的 沒有菌的 最上這個 大家都玩過 種過 有一支樣本在這裡 OK 有一支樣本 首先 第一件事 將樣本上面的菌 這支菌 就 spread下去 掃下去 這塊 Play 大家學過 spread Play 塗勻在一支碟裡 OK 整件事還未完 還未完 你不加其他東西 直接拿去培養 你會想到整支碟都關滿了 Colony OK 但是呢 還未養之前 我就將 不同的化學物質 你看到有幾個不同顏色的 spot 綠色、藍色、粉紅色、紫色 我們用一張冰箱 濕少少 我們想測試那些化學物質 然後將那張冰箱 就放上去那些Aga的面上 OK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張冰箱就塑了少少 想測試的化學物質 那當它和那些菌一起培養的時候 那些菌接觸到那張Fear Paper附近那些 微生物就不能夠生長 為什麼呢 因為那張Fear Paper 就濕了少少化學物質 那當它放在Aga那裡 它就經過培養的過程 譬如舉個例 你培養48個小時 那才算了 在這48個小時裡面發生什麼事呢 那個濕了化學物質的Fear Paper 就會慢慢將它裡面含有的那些少少化學物質 慢慢diffuse出來 diffuse出去那個Aga的外面 OK 行不行 這樣就令到 在Aga上面那些菌 越接近那張Fear Paper 那些菌就越生不了 OK 那我用這個方法 去比較一下 究竟 哪一隻 chemical 那張Fear Paper 附近那些菌 越殺得厲害的 母菌的區域就越大 OK 我們叫這個母菌的區域 叫做 zone of inhibition 抑制區 抑制區域 抑制區域 這個區域裡面呢 寸草不生 沒有菌生長的 因為那些菌太接近那張Fear Paper上面的chemical 那些chemical 那些chemical一diffuse出來 就殺了些菌 那些菌就生不了了 到你觀察結果的時候 就沒有可能的 OK 那當你一比較的時候呢 就會見到這個效果 OK 那左手邊這幅圖 有四個test的sample 有張Fear Paper 它剪到小小的圓圓地 OK 那濕了少少的chemical 放在那個agar上面 那當一放在agar那裡 那張Fear Paper的chemical 就會diffuse出來 向外伸展 那就圓形地diffuse出來 那附近那些菌就生不了了 OK 遠離那些菌就繼續生 那你見到有幾個不同的區域 淺白色淺黃色的區域 zone of inhibition OK 就沒有菌生的 那只要我們比較一下這幾個區域 哪個區域的area大一點 那你就可以很有效地比較到 哪一隻強一點 哪一隻chemical 舉個例 右下角有五個sample ABCDE OK 很明顯C和D是最強的 看到嗎 它們兩個的zone of inhibition 那個區域都是大一點的 OK 那我們可以比較那個圓圈 那個圓周裡面的area 或者量度那個zone of inhibition 它的直徑 或者一個半徑 都可以有效地比較到 chemical它殺菌的效能 有幾強 OK 這一個就是 AGA play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OK OK 頭兩隻method Troop dilution AGA play OK 好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留待下一堂 就繼續講講 Coevision OK 那今天先講兩個方法 先 那先不要離開個群組 那先 我首先第一件事 就先拿回 Attendance 等一等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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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什麼 什麼 感谢观看